一年一度的德国柏林灯光节 五号的晚上拉开了帷幕 流光溢彩间 当地多处的地标性建筑 成为了巨型的画板 展现出璀璨的光影花卷 时钟滴答坐下 灯光木偶与柏林市长 一起按下光影暗铁 随着柏林电视塔穿上蓝色新衣 柏林灯光节正式开幕 古建筑中有水底世界 任鱼儿自由畅扬 机器人大跨步向前 仿佛走进另一时空 在历史悠久的广场 大学 歌剧院和教堂的外墙上 一幅幅奇幻的光影画卷 色意铺展 为城市添上一笔笔 别样的艺术色彩 我们很高兴 我们第一次来到两年 我们说我们每年都要来 我们来到林伯 这次来到达了 只要给予灰热议 而且是非常感兴趣 对 对 柏林灯光节自2005年开始举办 至今已是第十四节 灯光节期间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将崭新的木墙投影技术 与古老的建筑立面相结合 谱出一段段跨时空的精彩对话 出一段段跨时空的動画 令人非常感兴趣